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 第一批六处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受牌 其中陕西延安或评全国首个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称号 新年一时万象更新 在宝塔山下的新火广场 由延安市民自发组织的妖谷队央阁阁队正在歌在舞迎接各地游客的到来 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 我们新中国的摇篮 延安的宝塔山是我们的新中国革命的精神标识 所以说我和家里人一定也来这边看一下延安的宝塔山 延安现有革命旧址445处革命类纪念馆19座 管库藏革命文物43673件套 延安还拥有13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的伟大历程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小小讲解员在杨家岭革命旧址 为游客讲述发生在这里的革命故事 他们用智能的声音传递着红色基因 使革命文物真正活起来 点亮人们心中的信仰灯塔 这里有中共七大会址必须要来 党的七大召开 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的成熟 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指明了正确方向 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2020年9月 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6个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名单 延安被列为革命专题类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抢抓创建陕西延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重大机遇 统筹革命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 整体保护有效利用 探索形成了六项机制抓保护 六个融合初发展的延安模式